中国商务部在今天早上提前宣布 对台湾进行贸易壁垒调查的公告 正式认定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 构成了贸易壁垒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们马上带您来了解了 其实我们把时间轴拉开来看 从今年的4月12号开始 中国商务部就决定 对台湾地区制定并正在实施的 禁止进口中国产品的相关措施 进行壁垒贸易调查 然后中国商务部还将调查项目 进一步扩大到了2009项的产品禁止书中 而且还在10月9号宣布说 因为这件案件情况复杂 决定要将这个调查期限延长三个月 也就是说截止日期是明年的1月12号 也就是我们台湾总统大省的投票日前一天 当时这个消息一出就备受关注 因为这个时机点实在是太敏感了 不过就在今天早上 也就是调查截止日前的20多天 中国商务部就提前公告 因为民进党当局单方面的限制 大量中国产品禁止输入 而且禁止进口中国产品的范围 近年来是呈现扩大的趋势 算算截至2023年11月底 总共对中国2509项商品是禁止进口的 所以根据中国相关的规定 对台贸易壁垒调查 最终的调查结论就是构成了贸易壁垒 而且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霖还说了 这样的行为根本就不符合ECFA 言下之意就是这个ECFA可能要终止了 好那说到ECFA ECFA到底是什么 终止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其实ECFA就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缩写 是一份用于规范两岸经济合作活动的基本协议 从2011年签署生效以来 到今年为止已经是迈入第12年了 那说到ECFA最常被连带提到的就是所谓的早收清单 早收清单又是什么意思 其实可以提早降关税的商品清单 最后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服务贸易的项目 另外一个是货品贸易的项目 一般来说会将比较迫切 或者是对开放后双方都有利的项目 列入这个所谓的早收清单里头 只要列入了清单内的商品项目 就可以享有降税的优惠 好这样看下来对台湾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好处呢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列入早收清单的产品 可以有关税减免的优惠 所以像是石化原料这一块 因为台湾跟南韩还有日本竞争是相当的激烈 零关税的优势就能够让台湾取得先机 比日韩更早取得进入中国市场的门票 再来也因为关税低 所以不少的政府补助企业 都会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等等 所以也有助于其他国家的企业 将台湾视为是亚太经贸枢纽 再来也因为没有签署ECFA之前 多数台湾的零组件出口到中国是需要课税的 导致很多终端产品的制造商 都会要求供应商一起到中国投资 可是现在有了这个减免优惠之后 就能够帮助整体的供应链留在台湾 好所以我们看起来签署ECFA对台湾来说算是好处多多 那万一说因为今天中国贸易壁垒调查的结果 让ECFA失效了 对台湾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 首当其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几大产业 像是石化 机械 防制跟运输四大类的关税 会回到签署前的水准 对于产业的发展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而且接下来ECFA喊卡的话 可能会导致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也就是CPTPP又遥遥无期了 竟然影响到台湾的出口衰退 经济成长再度陷入颓迷的状态 所以接下来这个ECFA还会不会执行 会不会终止外界也在持续的关注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